现在火影家族开大会 我听说现在与之波异族被牧业坑害到只剩下左株一个毒苗了 这到底是你们谁干的 你这不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真是可惜可可啊 啊你讲你可别这样看着我 你是了解我的 要是我出手 不会有人活着来报信 朱健大人你是了解我的 这种脏活泪活 我都是让我们的杯果侠小团团去干 祖父你是了解我的 我压根和他们与之波异族不熟啊 朱健大人你是了解我的 啊不 我不了解你 你是哪位 刚开个小玩笑 我就是个连嫌素都不会的小透明 哪敢去破坏宇之波啊 而且像我这种黄头发蓝眼睛的 在动漫里面一般都是正面角色 都别看着我呀 我儿子今后可是要和宇之波结庆家 那这件事情我还没同意呢 那你们这些后辈敢做都不敢当 亏我还天天在外面说 我们当火影的代代都是绅士 那你们倒是说说 自己是怎么对待宇之波的 我让他们成立了牧业警卫部门 把村子的所有安保众人都托付给了他们 你的意思是让他们给村子当保安咯 报告朱健大人 我派遣了宇之波又当做外交大使 和宇之波一族维持关系 现在他们家做大大小小的事 我都了弱执掌 说白了就是派个间谍监视人家吗 朱健大人我总共当婚姻也没几年 压根没时间去管宇之波呀 我听说了封印个九尾就把命给送上了 你也是没谁了 下一位 报告颜颜 我继任的时候宇之波已经是一片废墟了 我就直接在那开了个电玩城 也好带动带动我们村的经济 可真是我的好孙女 那你这不是典型的 人头蹦低吗 报告初代大人 我对左朱那可是尽心尽力 他捅出了那么大个篓子 我不仅给他免罪 还恢复了他木业忍者的身份 说白了就是你自己能力不够 就还想让人家给你免费打工呗 典型的又当又利 朱健大人 我和宇之波的关系你懂的 我懂啊 关系亲密的各卸了对方一条胳膊 你自己倒好用我的细胞恢复了 你们让我在下面怎么面对宇之波一族啊